讯息来 苹果手机不只能文字回复 还能连上iTunes选择贴图 不过用户要注意 明明是免费贴图 却不是真的免费 然后我就点下去 然后传送的时候 他说要再解锁一次 然后上面有写经人 但是我没看清楚 因为我是用指纹 我就按 我就用指纹 然后解锁就购买 陈先生看中免费贴图区 排行榜冠军 下载后传前面三个图都没问题 但按到第四个贴图 就像这样跳出解锁警告 一时没看清楚 指纹解锁 收到账单不是三十元 不是六十元 解锁一整组十八张贴图 就要两千九百九十元 让陈先生很崩溃 因为本来是免费 然后我不是有意要购买的 然后结果后来他们还是说 他们有请主管跟我讲 但他们说 还是说不能退费 然后我问他们说 请问为什么不能退费 然后他们却说 他们没有那个权限制度 如果三千块我可以买 大概LINE的贴图 我可以买五六十个 一般人可能不会看得那么仔细 而且他看到Unlock的时候 他以为说解锁 那也是我免费的权利 我觉得他这个设计 确实有一种陷阱的感觉 不知情的人 不只陈先生一个 商店评论区被复评洗版 直说是诈骗 两千九百九十元 解锁贴图太夸张 入市安卓系统 贴图商店内 免费贴图和付费贴图 都有标清楚 免费贴图下载完 一整组都能使用 不必解锁 付费贴图要买 也会跳出付费提示 而同学软体赖贴图 则是采代币制 购买代币才能买贴图 脸书的讯息贴图 则是能免费下载 像陈先生这样的案例 苹果客服回应 没办法退费 因为有跳出警示 还是解锁 下回买贴图前 看仔细 不小心按太快 后悔都来不及 三星五马赵林工信 太后岛